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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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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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我們現在去哪裡吃早點 怎麼回事 平時去回陸必居的都這麼醒悶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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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訓我們 君爺, 拳腳小翁夫 容人大丈夫 不用客廣打的 你今天好看朝廷命官 不大清法令 讓你一早喝酒鬧事的嗎 你老爺, 走 先生剛才仗義相助, 謝謝你 路見不平, 不需要解決 剛才幾天譚腿清脆利落 相信先生必定是 譚腿忠師, 譚忠正師父 老夫退任多年了 現在還有人認識 而且還是個年輕人 一定是令我老懷安慰, 未請教 在下姓袁 袁公子, 我跟你相見都叫有袁 街上有一間靜靜的茶館 我們過去談談 好 請 為民者守法, 為官者更要守法 剛才那群狐假虎威的奴才 實在太過分 狐假虎威也禽賜 漢門有別仙就是禍根 但是大清入主中原 也是本著滿漢共存的精神 年輕人看不懂世情 袁廷先生說 當今大清皇帝滿洲人 上至百官, 下至百姓 而他是滿洲人 自有王族撐腰 所以他憤外囂張, 欺壓漢人 少許一根茶樓 也要劃分滿河, 水火不容 斯文整個中土 又沒辦法沾不起紛爭嗎 好 救命 救命 不關老師, 怎麼沒有 我們出來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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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甚麼事 這個漢族男人 居然跟滿洲女人無媚苟狗合 所以那個官大人 判他們兩個浸豬籠 對了, 活該死了 賤賤那些男人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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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臭小子, 你幹甚麼 老爸在做公事 我也知道你在做公事 搞錯了, 自己看 放下… 不好意思, 阿芳, 搞錯了 放房子, 幫忙站在那裡 沒事, 怎麼也搞錯了 不好意思, 辛苦了, 搞錯了 老爸, 難怪滿洲人女是漢人嗎 當然了, 官老爺判案 又不看人戶籍 官老爺現在重新判過 就判過滿洲的姦夫 娶了這個漢人的淫婦 那就加大歡喜 和喜收場, 收工吧 我搞錯了 小婆, 放手, 站在那裡 不要走… 慢慢… 好… 好…沒事看了, 走… 快去做好人情 走… 真是兒戲 你看到了, 漢人滿人始終有分別 譚先生對當今皇上 一定很不滿領 那也未必 皇帝公公在上 層層八貫相隔 郭靖未必上達的 先生說得好 看來朝廷也要在滿漢方面 做多點功夫才行 皇上萬歲萬歲萬萬歲 平身 謝皇上 奧穆河 微臣在 朕收到兵部和官房司的奏捷 指你未經批准 才把漢族的將領調離京師 發配關懷 這麼大件事 為甚麼你不事先招會朕 皇上息怒 請皇上審閱微臣之奏捷 再作決定 請上 山西一帶又發生叛戀 這乃是漢人的劣根性 叛亂貧喜 皆是漢人反清 既然漢人成患 微臣認為經內的重要軍權 不應該再被漢族的將領統管 所以微臣代皇上調配 以賊萬全 奧姆河 你太囂張謀 你私下調兵 前不上就後不會報 還對漢人多番誣衊 到底你有何居心 我身為九門提督 曾經在沙場擎天保駕 即使早前出征准國耳 還是以老驅護主 我也是一心為大清 小小的軍事調動 只是不想皇上勞累 絕對合情合理 皇上 以微臣之見 叛亂是因潛庭對漢人未夠寬鬆 因此漢人受到欺壓 積怨成分 因而叛亂連起 張景霖 依你所見 就不應該怎麼做 以微臣見 應私下懷柔政策 招攬漢人納日正軌 這樣漢人有出頭的機會 怨氣自會消除 叛亂一定會減少 況且先祖皇帝入主中土 還是希望滿漢共存 再者漢人之中 有很多能人義士 如果身為己用 角力一定會富強起來 可以達到滿漢一家親 天下就會太平 皇上, 萬萬不可 漢人坐大必成國患 張景霖乃漢人之身 所以偏幫漢人將... 你狂亡高無凶一切 滿漢不能共存 就因為有這種人 又是你這種人 皇上 皇上... 滿漢共存是先祖的遺訓 正所謂拳腳出英雄 朕就決定舉人一個 名為拳傾天下的武術大會 給漢人一個出頭的機會 一方面可以平伏漢人不滿的情緒 另一方面 亦可以招攬人才 一舉兩得 皇上英明 皇上 奧穆河 臣在 朕知道你的兒子奧妃 是滿洲第一勇士 朕一樣會給他機會 就由他代表滿洲人出賽 以徵實力 犬兒一定不負勝望 為滿人爭光 皇上請用茶 皇上獨自行役 下期都不草率 主事真是世民 下期跟治理國家大事一樣 一指錯滿盤皆是樂數 今天皇上也走過好企 雪龍財多嚴 皇上輸罪 朕也想聽下貴公公的意見 喳 奧穆河 將功即此元老 朝中拔戶 如今皇上舉行這次拳傾天下大賽 是想借漢人的手 來打擊他的氣焰 實在高明 貴公公你只見其子 而不知其局 皇上明分 奧穆河雖然囂張 但始終都是一元猛將 朕這次舉辦這個拳傾天下大賽 只要他知道天下之間 可用之才不單止得他一舉 這樣他就會繼續 乖乖地為朕效力 況且正如張景霖所言 漢人之中也有很多臨人意事 朕也可以借此 作招攬人才之勇 相得益著 皇上英明 老才敢同身教 師叔呢 師叔說沒空 叫我們自己在這裡練習 你先練習了 又是這樣 哥 好心你休息一下吧 你練來練去多這些基本功 不行, 爹吩咐過 沒三個時辰是不讓我停的 你整天都掉了 怎麼了?你新來是第一來學的嗎 是呀 這位哥, 怎麼稱呼 他呢, 就是大師兄 你就是大師兄 你綁完不是這樣綁 讓我來吧 大師兄 你綁得完就綁得太鬆 就會跌的嘛 綁得太緊 你的腳又不舒服 按照這樣綁就對了 大師兄 這些東西要綁多久呢? 一般初學就要綁三年 當然了 要三年嗎? 是呀 譚腿以腿勁劍稱 綁完是打好你的根基 鍛鍊你的腿力 之後你發覺出腳有勁有力 沒錯, 大師兄對譚腿是最熟悉的 他練了二十多年了 沒錯, 譚腿一共分十二路 以拳打三分, 腳踢七關為主 分十六十三格 二十勁運七小氣路 其中以腿勁劍稱的就是 哲經、忍經、入經為主 太好了 太好了 首先跟我做一次 好, 來, 大家試試吧 哲經 師父 爹 不用管 繼續 這樣 哲經 你沒事吧 你沒事吧 唐藝未精, 立丸教 不好的大, 教壞小子 老爺, 你這樣學法 精仔都被你學到變傻子了 你 我甚麼 就算以前婆婆在這裡 我也是這樣說的 你給點自信心的兒子才行 少爺和小姐是我長大的 她每天練功練得這麼辛苦 你不欲赤, 我欲赤 你不欲赤, 你真是臉汗 老爺 爹 張紀林大人在下廳等候 有要事吃張道 回去請 是, 老爺 走 走 哥哥, 你別這樣了 剛才你做得不錯 爹來了你才沒有自信心 來, 跟我來 去哪兒 拳傾天下大賽就來舉行 外面高手混摘 趁熱鬧也好 中堂大人 是不是想我出山去參加拳傾天下大賽 沒錯, 皇上聖德 這次是漢人出頭的好機會 譚師父因為漢人爭光 雖然如此, 你們是年輕人的世界 我們老了還欠甚麼 譚師父有所不知 這次的大賽並非輸贏這麼簡單 滿人的嬌橫百戶 已經成為朝中的阻力 可是如果這次再被他們得勢的話 漢人就更抬不起頭 況且他們這次的代表是奧妃 是不是密宗天幫十字首的奧妃 頑固泰山北斗 就只有譚師父 你的十二路譚腿可以匹敵 說 不要… 玩了嗎? 老實說, 北平哥, 盤口多少? 今天盤口滿人一賠一 看人一賠十, 自己想想 這樣就算了 最後三聲, 一、二、三、四 還想賭錢? 不要… 臭小子, 你怎麼在這裡賭錢? 你怎麼賭錢?帶好時機不賺錢? 雷公屁股 我真是無氣仇 要不然爹看著你… 我也坐不到位子 還頂候頂涉 你看你這個高大帥 問又不行, 武又不行 正式事限萬毒 爹保得你一時不保得你一輩子 現在在辦武林大會 人流複雜, 你看你… 這麼多生面口人 我先去巡邏 你這個臭小子 我們堂堂山西相殺 你這個死人也撞了你 住手 你這次還英雄救命? 住手 看你了 淺寶三氣, 阿公, 走吧 別跑 別跑 甚麼事… 甚麼事… 兒子, 你怎麼回事 你沒事吧 不用走, 我都說你行了 我們出來這麼久 還是回去吧 出來還回去? 不如去武術總會看看 走吧 我們練武之人 最重要是記住四個大字 當仁不揚 這次我們要對付的是 滿洲的天剛十字首 我深信我們五營門的朱光我 絕對可以破解他 所以我提議 由我朱光做代表 一定不會令大家失望的 扎腳步這麼長 原來只是想出風頭而已 我只是想為大家盡一點勉力而已 甚麼龍蛇虎炮鶴 蠟蠟蠟蠟蠟蠟 不倫不擂 你為甚麼會把我們五營門 阿楠 爹, 我要證明給他看 我們五營門不是空口說白話的 我是櫻爪門 不信你比我厲害 阿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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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 師父 大家看見了 要不停留守都打成這樣 所以由我們五營門做代表 一定找操勝勸力 可惜譚家十二隊的譚師父退隱了 要不然我們更加有把握了 好… 慢著, 我們還沒退出 阿楠, 哥, 來吧 不要呀, 阿楠, 不要 朱師父, 各位師父前輩 原來譚家大少爺 你不是天山骨藥 還能看見譚家的腿嗎 哥, 證明給他看 不行 你給點信心, 譚家面子很重要 不要呀, 阿楠, 你… 不要呀… 這是甚麼 譚家大少爺, 你成四十歲的人 會錯過一樣玩這種東西 譚姑娘, 把他帶回家 聽 爹 你幹甚麼來這裡玩 譚師父… 犬子不成菜, 二少大方, 請多多見 譚師父, 你來得真是對 我們說拳傾天下大賽快要舉行 可惜你退隱了 我是為了這件事來的 是嗎? 我譚阿楠為了看人的榮譽 決意東山復出參加這次比試 譚師父, 東山復出 真是我們武林之福 譚師父 譚師父, 正所謂權帕小莊 看來你不太適合了 譚師父, 所謂文無第一, 武無第二 不正確, 為一個公平比試 誰贏了誰做代表, 好不好 不要 你不是, 無人婆 蕭公子不來? 她有老婆 有老婆?你別找給我 合甚麼八字 看我穿著彩帳, 現在無人讓我見 芝姑娘, 那你不用閉藝 你當然說不閉藝 十八次了, 還放了多少年了? 無所謂 俗語也有說, 不醜不醜女生到四十九 是呀, 看見都會吐 你好… 譚師父… 譚師父, 譚師父 姐姐, 謝謝… 譚師父 朱師父 朱師父 那是興記籌電莊的張老闆 那個人, 武頸凸眼肥黑豬 等等, 你說他是老闆嗎 是呀 看來很小心博士 是呀, 很嘴巴 肯怎麼樣? 你今天預料完了 我立刻跟你介紹一下 不行…這樣很堂凸 做個偶魚 偶魚? 待會兒聊的時候 我把衣服扔到地上 讓他撿給我一會兒好聊的時候 你來說好話 來…來, 開始偶魚 好… 你…你這個…你這個有心玩船空 你踩我一針, 你破壞我的好事 我不是故意的, 對不起 我趕時間了 爹 是呀 皇上家到 恭迎皇上聖家 萬歲…萬萬歲… 難得今天這麼多英雄豪傑 能人之事聚首一堂 大家平身 謝皇上 是呀 這個不是… 是當日的袁公子 外申國羅元業, 當今的聖相 今天中原武林 那麼多高手聚首一堂 互相較量 實在令朕大開眼界 武術比賽是以技術較量 以武會有, 絕非勝命相扮 希望大家能夠點到即止以和為貴 好, 大家可以開始了 請 這個回合是譚腿勝 下一個回合是五營門對羅漢拳 還有各位男人 請 讓大人倒楣 頭見到五營門的分析 這回合是五營門勝 這回合是五營門勝 對八卦門的陳大佑 這個回合, 譚宗正盛 現在由譚腿的譚宗正 對五營門的諸葛 勝的一方 就會對滿洲第一勇士, 敖飛 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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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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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勝仰, 勝仰 這個回合, 忠武堂譚宗正盛 爹, 譚腿已經做了漢營的代表 皇上好體重他 這場比賽你一定不可以輸 爹, 你可以放心 我的天罡十字首一定不會令你失望 有請滿人代表 天罡十字首, 敖飛 敖飛叩見皇上 平身, 謝皇上 敖飛, 你是滿洲第一勇士 朕不希望你為滿人爭光 敖飛一定不負皇上所討 譚老前輩, 請 請 飛… 怎麼樣, 爹 你去哪裡?爹輸了 爹輸了 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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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上 譚師父平身 爹 王上, 比賽已經有勝負 很明顯的就是 犬而奧非勝出 王上, 譚忠正還沒落敗 奧大人怎麼可以妄嚇判斷 譚忠正擺明欺力不計 勝負一日很明顯的事 奧非已日代入 譚忠正經過多倫比試 元氣自然有損 這場比賽 對譚忠正根本不公平 你偏光看人, 我是以事論事 兩位不必爭拗 譚忠正連番出戰 體力自然消耗不少 如果判奧非贏的話 就會被人說勝之不武 何不雙方養精足銳 再作公平比試 爹, 小心, 沒聲音 慢慢來, 師兄 我沒事 老爺, 回來了, 回來了 怎麼樣, 輸還是贏 打和, 皇上不知道對爹多好 那豈不是又要打多一次 真是拿副離身 你沒有句好話 爹, 先喝茶吧 血了 怎麼會這樣 師兄 你幹甚麼 你沒事吧 師兄 奴非的天光十字熟 果然很厲害 原來剛才你是... 是皇上跟著 郭大師父看著我代表漢人 我不能吃藥的 不是了, 我還是去找大夫 快去吧 慢著 回來 爹 不可以讓人知道的 我還...我還支持得住 師兄, 你傷成這樣 不找大夫看又不行 是呀 你跟我來吧 師兄 你要我練第十一路譚腿嗎 非的天光十字熟 的確加令我十路譚腿之上 要贏他 除非十一路百穿回樓 師兄, 你五成高 還是練到第十路 第十一路和第十二路 除了開山祖師之外 根本就沒有人練得四 別怕 為著皇上的口蒙 和全漢人的榮譽 都是要靠我們的談隊的 我又甚麼都不行 那阿天呢 阿天更加不要提了 這個重任 你要為全漢人一定要揹起他 百穿回樓有十一腳 而這裡只有五個半腳印 我怕我真是理會不了 事到如今 你無論如何都要試一試 算了 才能寫得五個半腳印 其實那五個半腳印到哪裡 難道失調了 怕我摔開嗎 哥, 哥, 可能是這樣的 不是了... 可能是集劍會一, 聚力而發 那是甚麼意思 那是... 是這樣的... 算了 哥哥, 你行的 為甚麼不試試 算了, 我明天早上跟爹 摘些生草藥, 幫他療傷的 就這樣, 你早點休息吧 每個人都說要療功 操作的事是我做的 雙手我重做操作 拉著盆周圍洞, 沒離京距 好男人見到你走了 放心吧, 何公子 朱家大小姐 每天都來這個山溪洗衣服 你一定見到她的 那個朱家大小姐 真的這麼好嗎 當然了, 那朱大小姐 簡直天仙化人 端莊閑淑, 知書識禮 你一定見到她就知道了 真的嗎? 百川匯樓, 百川匯樓到底是怎樣的 這位身手矯見見以為的公子 這件衣服是我的 那是你嗎? 你嗎? 這件衣服給你了, 我先走了 申德金二, 上去整了我支站 還沒賠錢 上次我沒心, 真不好意思 那你沒心整了支站 這三月錢買, 你當然要賠錢 我現在還沒有錢 你還沒有錢, 你出街 你還沒有錢, 你出街幹什麼? 想出人家的錢來嗎? 不是, 我有, 我會給你的 你又有, 現在你很給 我不管, 我先走了 有錢, 我會給你 你賠給你, 拿給你 拿給你 你出街了 我不管γ, 走走快 你只心靠肚子雞 我們不是死, 汽車, 我好 mercy 應該要不要妄謝你 我不許再謹 inqu Zack 你這死人命也不順活 你ещ人, 你別出來 你先不要ishing 你知不知道… 別吵了,你全身濕透 因為冷漆我幫你脫衣服 你還想接我我便宜 沒任何,那個就是朱家大小姐 你怎麼會貪你便宜 我若然你是天人安智 所以我朱振東不是大家歸就這樣說 不錯,英文蓋世,差點又被你騙到 我…我先送你回去 沒好事 這又叫端莊閒叔,我屁 何公子…何公? 那是誰? 阿人,三個月前走 千里五日之下,走來海岸 要見一遍,打一遍 我的手很痛 好痛,怎麼會生得這麼浪費 大哥,你甚麼事 沒有,外面天氣太曬了 不是吧,你當晚的 明明兩大個獎人 甚麼兩大個獎人,十幾二十個獎人 哪有,只有兩個,左一個又一個 沒理由的,明明十幾二十個都要只有兩個 十一路腿,五個半腳印 一、二、三、四、五,五個半 一定是 阿雪,我想到了 你想到了甚麼 你看看 從第一路到十路的譚腿 每一式都印有相同數目的腳印 而偏偏的十一路的譚腿 八川回流只得五個半腳印 是呀,這些爹和師叔 解決也解不通 就是呀,我被人掛了十幾巴 只有兩個獎人 其實就要快而準 而八川回流只得五個半腳印 就是這個道理 那是甚麼意思 那就是說,八川回流其實一腳包含兩勁 一腳其實踢出了兩腳 而這個八川回流的五個半腳印 加起來就剛剛好,十一腳 大哥,你終於領不到十一路譚腿的腿法了 阿雪,你去哪兒 去找爹看你示範 不要,我還沒得到的 如果讓爹知道,找我多事 你又來了,爹未來你就這麼害怕 總之你不要告訴爹 況且八川回流是師叔練的 不是只說我多事 每天都說師叔,師叔 他也沒心思練的 說到五星,大哥你不知高距多少 也不知道為甚麼那個爹 常常相信他不相信你 不明就是偏見 阿雪,不如把我們的想法告訴師叔 大家參嘗一下也好 不用找了,師叔出去了 去哪兒 我怎麼知道 爹走一轉背,他就輸了出去了 最近他總是心神仿佛 練練一下就走了,不知道幹甚麼 你剛才不是想過十一色的 想到師叔的頭都大了嗎 不行,我還是去找他 哥 通融刀兩天都可以吧,七大哥 通融又通融 你上次上次再上次武林大學 不倒閉都還沒還 接著我回荷門,歸你快點把牌 師叔,阿天 他是你的師叔,麻煩你叫你師叔 還賭債給我朋友 師叔,怎麼這麼賭呢 你這盤手不太順暢 阿天,你記住 回去千萬不要跟你爹 說家事回家才說 沒錢還吧,回南門 好…我幫他還 今天我沒錢 沒錢吧,回南門 好…總之我有錢就拿來吧 你放心吧,我是中武堂談天 他那筆錢我幫他還 我管你甚麼堂甚麼天 我看你小小子挺養好 姑且順利,你好運 來,上來 再賭過 沒事,走… 師叔,不要再賭了 不然就氣死爹了 行了…這陣子練功練得太辛苦 出去鬆弛一下 沒事吧,沒事了,回去吧 師叔 快來,遺式鬆弛 譚師父 譚師父,譚師父… 這麼巧 師師父 譚師父,自從上次大賽之後 很久沒見到露面 我還要來正心養傷 我沒有傷 我...我只是為重賽準備而已 譚師父,你真是老當益壯 對了,快要罰早蛋 不如我們這麼意外 搞個武師大會 當我們武術界為大賽做阿慶 是呀,沒錯 譚師父,你一定要出師 好呀 不行,重賽日子快到了 還要我爹去武師,他身體有... 譚師父,你身體有事 沒有,好了,大家這麼高興 我就擠這絲出來趁禮而罵 那就看表演了 好呀… 爹,你明知道就快要跟奧飛打 還跟他們搞什麼武師大會 我如果不去的話,就算是說病了 糟了,這麼多硬了,爹一定會罵的 警察大哥,我趕著 趕著 是呀… 先拿錢吧,下次吧 下次,你每次都是下次的 這次不是有主嗎 有主嗎 行,跟我回閒門 警察大哥,通融一下 通融一下就算了,通融一下 你再說一句話 佛祖道有譚師父武師助興 一定生息不適 沒錯 警察大哥,你放開我了 你還要走嗎 還錢 什麼事 爹 譚師父,其實只是小事 不過你兒子欠了一間賭方的賭債還 什麼 爹,你別聽我胡說,是誤會的 誤會?昨晚誰拍了心口說還賭債 你今天沒錢還不止 還襲擊朝廷命官 你們看不看得到?看得到? 看得到 你別胡說,我哥怎麼會拿你的錢 姑娘,就是這樣 我馬不平的為人 就絕對不會冤枉你大哥的 他事實上是欠了賭方的賭債 不信你問他 你說的是不是真的? 爹,我… 你這個臭小子,懶來不扶你上臉 譚師父,不用勞氣 十蚊子是一時行叉搭錯 他還小子不算大,又能夾 又能夾 是呀… 爹… 還錢,還錢,還錢 還你老頭 我整家人都還要打人 我問你,為甚麼你這麼不生性 有功夫你不去念 學人賭錢,被人當下羞辱你 爹 你原諒我吧 爹,你別這麼勞氣了 爹,大哥,他從來都不會賭錢 事問又怎會欠人賭債 大哥,你是不是有苦衷的 快點跟爹說吧 我... 田 你這輩子爹就教你 習武者先要習武德 你明白嗎 我當然明白了 爹說過,武德者是習武之人的德行修位 是,念武 為甚麼你做不到 我們是譚家的武功 獨布武林,個個都轉熟 你是譚家的後人 你一事無成,爹也不怪你 你連一點武德都沒有 我現在身裡的內傷還沒遇 我都答應 在武書大會出席師是為甚麼 就是要保住我們忠武堂的名聲 你最受騙的事就做出來 我們譚家的架被你吊了 爹,你別生氣了 我會一人做事一人當 甚麼 一人做事一人當 你都說得起了 我都不知道做錯了甚麼 生你這個兒子 如果生個女兒出來 我剛才嫁了她 就不用這麼硬冤了 爹,你身體還沒康復 你別那麼怒氣 是呀,師兄,別那麼怒氣 阿雪,你扶我進去休息一下 你喝茶吧 不喝 師叔 爹 瘋了,你剛才也看見了 你師兄在青巾也認了 你說是他的兒子 要讓他知道是我 就讓我出師門 我明白,不過… 你不幫我都幫了那麼久 你不再幫我下去吧 如果我走了 那誰待師兄去打武林大會呢 那倒是 是就行了 沒事,我出去練功了 是呀 你連一點無德都沒有 我們唐家的架,被你丟了 如果我走了 那誰待師兄去打武林大會呢 有力歸道,快點 이럳在妖,風雨在煙 仍能傑消煩囂 年和月她寫我帯容 醬靜懷,喝破城口 傷心總錦漢夠 患飾演雖夫 掌善嘴 Venezuela 那人是光致生 肥都沒用 露天般知 abaj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